谈谈香港废青的智商 1997年7月1日香港准时回归 英军交接平稳配合 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难道大不列爹真心这么绅士吗 时间回到92年的十四大 已退居二线的邓小平 特意查看了接收香港的驻军方案 很是不满 因为当时军队只做了和平接收的准备 根据邓小平的要求 军队增加了武力接收的备选方案 以防英国以任何借口拖延回归 回归前夕 香港新华社分社出了内轨 把武力方案告知了英方 英方震惊 所以当天撤离的干净神速 大家有没有想过 也许这个内奸是故意泄露了消息 毕竟这个机密震慑了英国 促进了香港的和平交接 从逃犯条例被污名化到条例终止 从反送中游行到废青们打砸枪 为什么这场闹剧能持续两个多月呢 当废青攻占立法院时没有武力镇压 当废青拦截交通 殴打无辜司机时没有武力镇压 当废青打砸商部破坏地铁没有武力镇压 当废青封锁机场 殴打旅客和记者时 还是没有武力镇压 别忘了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仅仅是因为挡了金融大鳄的财路 就被暴力镇压了 为什么这场反中运动没有在一开始就被迅速扑灭呢 原因很简单 也很复杂 香港的水很深 不如让子弹多飞一会儿 2014年的香港战中事件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当事件演变为暴力后 警方迅速镇压 平息的动乱 但问题的根源没有解决 后遗症随之而来 镇压暴徒的多名警察被判刑 而战中暴徒 只需在监狱里晃一下 就能保释出狱 还被宣传成英雄 为什么法治程度极高的香港 会出现如此荒谬的事情 这还要从二战说起 二战期间 香港和里斯本 卡斯布兰卡 并称世界三大蝶独 二战结束后 里斯本和卡斯布兰卡 失去了情报中心的地位 而香港继续扮演东方蝶独的角色 直到香港回归 英美依然在香港保留着强大的谍报能力 当香港准备颁布逃犯条例的时候 英美当然害怕了 虽然条例并不针对谍报人员 但毕竟做贼心虚 所以他们才会全力支持港独分子 反对和污名化香港逃犯条例 除了外来势力 香港内部的一些大财团也不干净 他们或多或少和美国有着无以言表的联系 港独分子外有干爹 内有侧应 资金不是问题 炮灰也很好解决 在所有世界先进体中 香港的贫富差距是最大的 更恐怖的是香港的房价 买房对大部分香港市民来说 就是天方夜谭 香港政府不是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政府一旦走正确的路 就会影响到大财团的利益 所谓的民主党派就会替背后的主子 施压阻碍政府 所以在这种畸形社会中 炮灰太好找了 港独只要煽动对政府的不满 随便派些钱 对社会不满的脑残费青 比比结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配合费青多表演一下 未尝不是好事 因为快速镇压了这场骚乱 在西方控制的世界舆论下 暴徒会变成英雄 舆论会颠倒是非 警察不能获得支持 民众看不到真相 背后的势力也毫发无损 依然会待机策划下一次运动 费青的打杂枪 确实重伤了香港经济 初期只会影响到普通市民和伤众 那些大财团是不会在乎的 但是当事态的发展影响到 他们和英美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这些营污者是最先坐不住的 中国不能决定战争什么时候开始 但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战争结束 朝鲜战争如此 贸易战如此 香港暴乱也会如此 中国不是什么也没做 而是一直都有备选方案 就像当年接管香港一样 中国只是在等待时机 等待费青们把戏眼砸了 等待舆论在慢慢改变 等待背后的黑手扛不住了 港独头目开始着急了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也许能跑路到美国 彻底沦为杨大人的奴才 而费青们就惨了 不要以为口罩能遮住丑陋愚蠢的脸 被人利用的炮灰 只会像被用过的手指一样 被丢进马桶 对不起 对不起